这人吧 男女吧 就是啥的 你一味的付出没有用 一味的付出也有的时候 对方其实你无能的 袁大哥口中的对方正是自己的前妻 这么多年 袁大哥所做的一切 在妻子面前只换来了无视和冷漠 我早上做饭 我跟外面打工 我这五十多岁人的 人家问你家老人干 人家老人查了个话 他跟别人是这么说的 别人告诉我的 那为啥呀 袁大哥说 这么多年 最让他困惑的 就是不知该如何经营婚姻 因为他和妻子在处理问题和矛盾时 始终无法沟通 他不在这儿呢 他也不在那儿沟通 有的时候生气了 咋也不知道要用啥 那么大雨下来了 除了有问题从不沟通 在钱上 妻子也一直跟自己藏着心眼 他弟弟那回用的钱 也没落啥呢 我上市场之后 我跟柳哥回来我上市场 我一看你我一打鸡蛋枪 我看鸡蛋没我捡点鸡蛋 我一投着这么些钱呢 十会儿呢 那我还不打鸡蛋枪 你根本就不知道 十万呗 十万 那这弟弟生病了吗 还是说啥别的事 不知道 最让袁大哥伤心的还不是妻子偷偷给弟弟拿钱 而是在他最需要钱的时候 妻子却无动于衷 他社保都开始了 我社保我挣钱成交家 我老婆把我社保交了 赶趟 完了他背着我还交平安保险 一年交五千 交了第三年我才知道 完了之后那后咱俩离婚 我这么的社保也没交 我没有办法了 我把房子卖给我交的 袁大哥赚钱都交家里 但自己的社保需要补交时 妻子却迟迟不给办 不仅如此 他还背着袁大哥 每年给自己买五千块钱的商业保险 这件事让袁大哥对这段婚姻彻底死了心 两人最终离了婚 离婚后 他卖了之前的六十平的房子 补了八万块的社保钱 才换来了现在这个四十平的小房子 但对于这个决定 袁大哥不后悔 现在袁大哥的小日子过得也挺满足 他白天去弟弟家陪陪老父亲 给他做顿饭 也没啥别的事了 到明年三月份 退休金也正式拿到手了 生活不愁 没有负担 袁大哥就想着找个老伴 开始新的生活了 对于找老伴的条件 袁大哥的要求就一个 家住通话室的胡波大姐正是一个爽快人 不知他们的碰面会怎样呢 末尾